哈囉 大家好 我是gevin 今天懶人包就透過霹靂寶典的資料 帶大家回顧霹靂騎俠傳幾位經典角色 在早期的霹靂中 有幾位經典代表角色 皆是晨曦電視時代的角色 其中有以黑白狼君 毒眼龍 網中人最為代表 而這些角色也因多種原因與安排 紛紛退營與失蹤 而今天特集就蒐集幾位電視時代就存在的英雄們 來跟大家分享他們從霹靂金光開始後的故事 荒野金刀 毒眼龍 輔助長就以陽明天下 在霹靂的故事中 齊左燕與紳士牽涉過往霹靂門血案 在數十年前 帝王刀與霹靂門主接天道成為莫逆之交 兩人相約狩獵 接天道不慎跌落山谷被蘇含針所救 帶回翠環山療養 接天道與蘇含針的妹妹蘇柔雲日久申請 在養傷完便帶著蘇柔雲離開翠環山 為此蘇含針告誡接天道 愛情和生命只能選擇一項 但在這之前 歐陽上次便會拉攏霹靂門勢力 安排譚笑眉下架霹靂神龍接天道 生下冷劍白狐 接下霹靂門家夜 譚笑眉也因蘇柔雲而備受冷落 失寵的譚笑眉 轉求助兄長譚吾玉為其出氣 譚吾玉碎安排 讓戴上子龍天面具的唐飛鴻 率領黃山八珠蓮 圍攻霹靂門 血案餘焉爆發 雖接惡消息 接天道人間情況不妙 將藏有秘密的兩顆霹靂眼 分別植入年幼的 冷劍白狐和獨眼龍身上 事命保護素容於母子 後在接天道的幫助下 獨眼龍母子 被頭天換日的手法保住了性命 接天道的兒子 也被帝王刀所撫養 並傳授齊一刀流刀法 成為名正武林的荒野金刀獨眼龍 闖蕩武林期間 獨眼龍的身世也浮出檯面 一心一意找出霹靂門血案幕後兇手 最後在算真的幫助下 獨眼龍與冷劍白狐兄弟 如願誅殺仇人霹靂弓 我以獨眼龍 正好夾殺佩德公 佩德公的基金比雖然厲害 但是獨眼龍一定獲得好 配合在天一補紅 使得基金比無法發揮 但武林的是非恩怨 卻也讓獨眼龍就此看破 瘋刀退隱 與金鋪塔修行出家 法號一修禪師 而後衛兄弟再出的一修禪師 為天禍妖虎多方奔波 參與正道天河運官之意 天禍妖虎於此段時間 在阿修羅主宰被鬼帝所殺後 背叛魔獄 為就一修禪師而失去了虎血漏靈道 經過大眼圓爵的協助 利用三本天書 終是讓三菱回歸 天禍妖虎還原成正常人 忍劍白虎 忍劍白虎曾一度回返魔獄 作為正道臥底 最終回歸正道 也在第二魔獄覆滅後 與一修禪師一同退隱於無雙癌下 就此消失蹤跡 網中人 從霹靂電視時代 就開始有的魔頭 列有蛻變大法 在弟子蛻變妖狼 被黑白狼軍所殺 因此與黑白狼軍結下兩子 成為宿敵 兩人在盤絲窩大戰 網中人以飛絲穿心 貫穿黑白狼軍胸口 但自己也被黑白狼軍 收化運發打成碎片 因蛻變大法之故而再度重生 和師母萬變魔女合體 而網中人本想 和黑白狼軍繼續戰約 但在風玉瓶 飛絲穿心 不能穿透半駝背的石像 而回魔獄深造 從第三殿再造而出的網中人 和黑白狼軍在不歸路生死一戰 再度被黑白狼軍 以免止十八扣 擊成碎片 直至霹零狂刀時期 就在鬼王關被一夜書和歡喜佛圍攻 不歸路白骨骷髏井上 網中人再次被激發重生 此次重生 網中人功力一日千里 首要戰機 便是殺死千里不流行 與B戰黑白狼軍 殺死天殘無阻坐下大將洪彩 進而引起天殘無阻 對黑白狼軍下手 毀其弓體 網中人在不歸路 見黑白狼軍的功力被廢 奮而攻擊天殘無阻 再殺其坐下大將 藍帶 危害黑白狼軍公平決戰 期間網中人曾殺害天殘的話體 又殺了魔獄的命史 怒馬瘋鬼 但網中人也被黑玉邀魁所抓 與魔獄期間 也與黑白狼軍達成共識 網中人也厭倦自己的不死之軀 在黑白狼軍前來魔獄時 要求其將自己殺死 哈哈哈哈 我都了解無力 人時間要溫溫溫溫溫就結束 黑白狼軍你是最愛的生意者 哈哈哈哈 這張狼軍有幾乎的生意 黑白狼軍今晚收起苦體 隨著出全天敬的魔獄 依你一割七雄 真是你威力機會 下十塊 你一會兒離開魔獄 網中人百在你秋頭真之子 你將這年 遙遙是這年 黑白狼軍 你是天下地公的 大好 橫行 jaw 黃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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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本大兄兩命倒數 早咬油 釣轉油 有英雄看著是白山都會不見不吹的將槍 以致人轉身的走起了現場的勞動 準備離開模擬 天間 先本台結束降落第三戰 啊啊啊啊啊啊啊 人無心的戰鬥也好玩意 一條溫溫所謂的零空氣雞靈尾七八點鐘 才三十分一來就有將對手法 人手機也要我開支門 房長人 你將自己心胸的勞力 三三和五比龍軍 一點正比山寬比海青 五比龍軍今次 難是回復你最負心的 我也是一種子女 那你要擔心 我今次有將我怕是 人生離開模擬 今是回復我又是 人生離開模擬 人生人對自己所擁有的不肅志心 但你感到感到非常痛苦 你生命 你不說我死過獨生子 中生獨生病 我生命永遠一定 你建鬥之中生 人建鬥之事 在你建鬥之中生 在人建鬥之虎 就真有孫患不下 你給我兩岸照主人的生死輪迴去 我替歐西郎我 就你生我在這種戰狂 一切不靈款 所以 我要你殺了我 將我得到改頭 歐比龍軍 左庫文中修 你生人你欠我 就很真情嗎 生人 今天我死掉路 我依然的我在痛苦的世界 你生我的痛苦 只是你欠我你在嗎 你欠我 快當秋快要 這 除了我向來 我只能定中改頭 我只能在中生吹病 快 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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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見文台上 王中人被黑白狼軍含淚所殺 其身上精脈也送給黑白狼軍 但黑白狼軍並未毀其雙眼 導致王中人再度節儉 也被黑白狼軍帶到葬屍江 在葬屍江期間 也曾援助黑白狼軍 將鬼王關用檢包覆 並限制其行動 也在鬼王關後來脫困 俯重生的王中人被鬼王關所殺 被其代智戀魔獄 交由刺爺爺戀化 此後生死不明 齊虎人於霹靂劍魂第十三集出登場 為出生極境的不凡高手 師承極境無常樓的百里戲 奧巴芳 幻魂桑 眼日光 春藝農 滿江紅 齊虎人由他們身上偷得武功寶典 習得天絕六世武學 只會報復燈蝶 報殺兄之仇 因而違反戒律 私自進入苦境 選擇黑壺為其隱居地 成千虛舊 搜集與燈蝶相關的資訊 其間曾救援北域命家莊少主 命齊天給予其菩薩印 以報血仇 輔助武林的欺辱人 以神秘且不凡的姿態 援助政道 甚至化解夜少差的失明 於武林動亂之刻 他潛入北域 破壞北域武林反派領導者 驚揚聖帝的勢力 甚至歐陽上至垮台後 蘇蘭真也遭驚揚聖帝所害 戰王天雷平 於此時武林因天虎八將 及魔龍八級之爭 越捲越烈 其路人挺身帶領中原 魔玉為了一絕星秀造成的威脅 控制黑白羊軍 斬殺天虎魔龍 夜少差之師因此喪命 其路人感知夜少差報仇心切 也從旁關懷並盯住其後續行動 同時指定秦賈仙 調查魔龍八旗 檯面上領導人太皇軍的底戲 叫化夜少差的頑劣兒子金少爺 透過太皇軍的殺技 其路人反收服魔龍八旗之一的 六月飛雙冰封劍無形 只有夜少差因一劍萬聲被斷雙竹 其路人也盡力救援 同時開導仇文怨女 夜少差誇解其對蘇蘭真的深仇大恨 也因仇文怨女的關係 為奪回龍骨聖刀 其路人遭莫其焉氣功一擊 陷入瘋癲 但此瘋癲之態乃其路人所布的局 藉由裝瘋賣傻自稱其路人 暗中布局對抗京陽聖帝等勢力 同時叫化夜少差的兒子金少爺 讓其他人力車以威脅幽默風趣的方式 遊走武林 對抗天蝶盟太皇軍等勢力 並屢次展現高超的智慧 與武功幫助政道渡過難關 龍骨聖刀牽動各方勢力欲奪取 此時重生的蘇蘭真卻被朱炫雲丹所牽制 為此其路人想方設法 要朱炫雲丹露出馬腳 但在蘇蘭真從中斡旋中 正道欲以金絲十七弦 風雲情 八卦人頭顾 鳳雲半月中和鳴奏奏 換取莫其焉提供的龍骨聖刀 與寶物斜角三千的秘密 此戰其路人進行所有的戰局預測 獨自扛下風雲情之音 卻被天蝶蒙盯上 就在戰局危急之刻 其路人忠視展現底牌 以雷利風行擊退敵手 也因此招暴露身份 引起六位師傅 從極境趕來苦境追捕 此一過後 其路人仍持續為武林奔走 為不讓朱炫雲丹綁住蘇蘭真 其路人要求朱炫雲丹毀容 並離開蘇蘭真身邊 不揭穿其真實身份 而半月中之戰 也讓夜小差深受重創 需要免止十八扣解救 肇事員的出現 也讓黑白羊軍解開夜小差的傷勢 為了一爆仇恨 其路人也與六位師傅修復關係 在此刻武林 因一夜書半指劍的雙雙現身 再度掀起另一波戰局 時空盛戰 其路人劍無形 金少爺參與其中 欲共同阻殺太皇軍 局面凶險 也讓劍無形身亡其中 其路人也被流於過去 最終在一夜書捨命闖鍋八口山 讓其路人得以回到現今 於此之後 其路人明白半指劍 便是燈爹所假扮 透過身份 殺害其路人六位師傅 於是其路人找上燈爹復仇 後來經過子儆狼的策劃 其路人在同道埋伏 使出絕招轟天大雷擊 將假扮半指劍面貌的燈爹 轟出同道 使燈爹露出正面目 其路人依然用全新的神器 即一想將吉隆 瞬間一桌公華之電弓集會 雄勇之來 吉劍龍跳入塔東 半指劍比了風天大雷擊劍 回吹了東路 就在半指劍既力破水之時 一桌人家族幾乎飄入現隆 無奈燈爹狡猾 多次追殺燈爹的齊武人 反被暗算 負傷調養 於此段時間 齊武人也與風采靈 因失尊之故 與其修復關係 但在當時魔頭三圖判的圍禍下 風采靈不慎被抓 並被斷一臂 用以威脅肅含針 雖然這為了武林大局 竟然犧牲自己的愛人 這是風采靈的弱性 風采靈 風采靈 男性戴輸靈 我賣這個風采靈 也跟你生一個狗 正表是我的對岸善父親 你說這種話 蛤 我卡 吹 本書 你作這種決定 放這一個情書 你落人 我打草靈 我罪其生 醬 看不慣蘇蘭針的絕情 齊武人未救風采靈 獨闖牽邪洞 無奈魔高一仗 雙掌難敵四十 雙掌 齊武人遭鬼王關 葉圖靈所抓 引來蘇蘭針前來驚邪洞 與洞前的對話 是曾經的佔有 最冷漠的無情 是齊武人自死 也不曾料到的哀傷 人家這麼恐怕無法打死 你 你就沒救金金看起路人死吧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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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今天最後介紹的角色 就是 名號響徹武林的黑白狼軍 難攻恨 黑白狼軍一生以挑戰天下高手為生存目的 其間遭遇蘇蘭針之徒 秦天子受人委託前來挑戰 此戰結果 也在黑白狼軍練就第薩七十二招 徹底擊敗秦天子 另外也打敗並殺死蛻變妖狼 引來騎師 網中人出現 韓斯洞一戰 黑白狼軍雖是擊敗網中人 但網中人受蛻變大法影響而不死 自己也深受重創被蘇蘭針所救治 在蘇蘭針被萬教圍攻之時 黑白狼軍再出獄波池激戰群雄 力挺蘇蘭針一朝一氣化九百與萬教為敵 並表態不會加入歐陽世家 在網中人借蛻變大法再生 黑白狼軍得蘇蘭針照世明燈指點 蒐集七支吸雷針 日如魔獄與網中人一戰 不料自己所持有的吸雷針為假貨 意外敗於陰間大法師之手 成為魔獄殺手 即見為魔獄斬殺天虎魔龍 休息三陰破陽鬼封刀 殺半驼廢 再學絕招鬼指叩魂 殺乎三叹 後來被林興義否所救 進入物骨 韓葉殘燈的出現 也指點其學會免止十八寇 再度殺敗宿敵網中人 而後夜小拆受半月中之傷 黑白狼軍以免止十八寇 一致葉小拆 但因過往恩怨 黑白狼軍也與金少爺決戰 被哀三生偷襲而斷去一臂 與物骨療傷 或以朴九年手臂接合斷臂 在急進進攻苦境之時 黑白狼軍曾對上絕情失態 卻不慎被其所敗 隱居於地心孔修煉武功 在天鵝運官之時 黑白狼軍再現武林 配合一頁書的布局 孤生秋一掌 嚇阻鬼弟 萬魔天子 五皇三魔頭 黑白狼軍帶著一夜索 的棺木 冲破金石壁 蕴冠入天河 自此 黑白羊群于霹雳武林已成为政道代表 总在最紧张的情况 对上骁雄 曾打退鬼帝 营救烈阳神 击退天进行者 营救最贵妃 带人间白狐入五双癌 再度退隐 而渗亡多时的网中人 因鬼王关之故再次复活 引来黑白羊群踏出五双癌 向网中人约战不归路 但再输的黑白羊群 却因天残无阻而被废去全身武功 黑白羊群为达承诺 依旧坚持前往不归路 与网中人决战 途中遇上身中剧毒的金小开 两人同病相连 互相扶持前往不归路 然而网中人也被抓回魔狱 进入魔狱之后的黑白狼群 等网中人支柱恢复公体 而本为宿敌的两人 如今在魔狱的见证下 却成为不得不战的患难兄弟 黑白狼群无奈下再杀网中人 被带出魔狱 而后黑白狼群结识海商军 两人共同闯入魔狱 再将网中人魔剑带出 投入战师将进化 大败鬼王冠 参与破天计划 后来黑白狼群被三指法围攻 自己也被吸入魔剑之中躲过一劫 破剑再出的黑白狼群也协助肃安征获取汉语神剑 一同杀入海晶岛 预产除魔狱 无奈魔狱凶悍异常 就算当时的超强高手皆非其敌手 甚至海商军也遭魔狱重创自死 黑白狼群只能听从肃安征的劝退 离开海晶岛 在黑白狼群收到网中人身亡的消息 本欲前往恋魔狱的他 被百恋生锁组 此后黑白狼群的下落 即成为一道谜题 而今天懒人包 我们汇集了四位霹雳古早英雄 有满多内容我们可能漏掉 甚至可能顺序错误 也欢迎大家理性讨论 善意提醒哦 另外如果想看比较仔细的旧剧复习 也欢迎追踪起不负责任影剧馆 这边都有完整整理以前的霹雳剧情哦 也希望我们之后有机会合作到 而下一次的懒人包 我们就回到我们的舒适圈 带大家回顾一手回天的六贤之手仓 大家也可以在留言区 留下你们的想法与意见 或者加入我们的LINE社群 跟我们说说喜欢今天哪些片段 而影片的最后 也感谢这些加入会员的牛头大军 如果你也想一起支持我的频道的话 现在也可以通过资讯栏的网址加入会员哦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哦 我是Kevin 大家拜拜 关闭影片前 这些影片你都看了吗 另外跟大家提醒 我们的Podcast 已经挪到听你在那边盖的频道了哦 未来所有关于布袋系闲聊的Podcast 都会在这个频道里面呈现哦 我们会在每周日固定晚上8点更新 不定期会开启首播与直播 欢迎观众朋友一起上线聊天 一起把我们所有的频道订阅起来 如果想懂内一起赞助我们的朋友 也欢迎透过超级感谢 我是盖文的频道哦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哦 我是Kevin 大家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